这番话说的又是礼中之礼 剖析出自肺腑且从大局着眼 众人都听得心下暗幅 刘庸原本要打翻颜席桌 钻天入地大干一场轰动天下的心思 听得心下冷静许多 只是垫躲 只听说他是博学才士 诡诀文人 今日见到真正的宰相成福 这人呢真不含糊 正胡思乱想间乾隆笑道 这是一带烟的功劳了 很好 是老成谋国之言 又何忠庸之道 只是不能行诸文字 统训啊 不要造极 病身不用猛药 可以与你儿子再精细筹划一下 刘庸 一枝花怎么样了 今天你毛先生策划的圣七楼圣会 见识不少奇人异事吧 那个变和玉是什么角色 刘庸参议未作 原本就没准备说话 正低头沉思 掂量这些当时顶尖人物的食粮风韵 冷不丁地被点到自己 忙身子一挺 大声说 变和玉就是一鹰 也就是一枝花 见几个人 都是玩耳而笑 他吻了吻神 语调才平缓了 他这次从扬州来 只带了二十三个人 分住地点已经完全监控起来 自皇上移出披炉院 他也移了去讨业度 身边只有唐和 汉梅 乔松三个所谓的 世神使者 管联络的是我们的卧底 一个叫莫天派 一个叫斯定劳 乾隆听这两个名字 不禁一笑 说 哈哈 好名字啊 莫天派 死定了 哼 刘统勋在旁插话说 都是皇天霸的门声 当日一枝花截夺皇冈 两个诱饵 一个叫史成功 一个叫杨天飞 皇天霸要一环一报 所以起了这两个名字 打入统领码头 费了好大的周折 才得进了易英的身边 乾隆笑道 哼 这个皇天霸有性子啊 明日引荐一下 你接着说 是 刘勇尽力抑着心 稳稳重重地说 南京盖英豪 原是直立高碑店人 五年前来闯码头 当时 易英结尹已经败露了 官府捉捕各乡堂堂主 教匪 风声正极 他有一身横练硬弓 能夏日卧水为兵 滚油锅中洗澡 各处的地棍游民 失了依赖 他乘机夺了南京 各行码头盘子 暗地里又和易英勾手 也通官府 就叫响了 这次圣骑楼比武之前 家父和尹之台就接见了他 许了他一个签总 并答应 不再追究 他在高碑店 伤死人命案 他也就归顺了朝廷 所有这些事 都是安排停当 砖后易英 自投罗网的 乾隆听得高兴 脸上放光 笑道 嗯 教你们费周折了 其实在扬州 也可以拿下的 金鸿说 扬州教匪多 容易走漏风声 刘雍发了两个假号令 走扬州府 一个时辰后 私定牢就得了信 所以要诱到南京 他突然顿住了 又到南京后 很容易补拿的 但是乾隆又视同儿戏 屡次有旨要误见 安顿在毗卢院误见了 仍不许动 还要他随侍身接见 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半点也不清楚 如何敢信口开河呢 舔了一舔嘴唇 冒出一句 这就好了 刘雍听他背后议论过 这次比武 义英看得很重 见这种贼女人做什么 见他此刻突然刹车 把抱怨声吞了 不禁心中暗笑 接着自己的思路说 安排定了打成平手 既顾全两遭面子 又留有下一步缓冲的余地 为防着义英看出马脚 除了黄天坝和盖英豪 手下人一概不知内情 某位石牌 两家师徒都来到盛旗楼前 黄天坝带着贾富春 蔡富卿 黄富光 由我和黄富威领路任门 盖英豪是城东双雄带路 一个黑矮个子 叫玄武金刚的 去过库斯荡 我认的 还有两个长大汉子 一个肤色有黑 一个白皙 听过名头 才知道是石头二无常 盖英豪我原以为 必定是个求然毛凶 高壮伟大的汉子 见了面 才见是个文弱书生的模样 细眉羞目 说话温生温气的 有点像女人 也不过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乍一见呢 谁也不会相信 她是河北第一飞贼 身负四条人命的亡命之徒 两边的人经界上 看去都客气 这黄天坝还和盖英豪 拉拉拉手寒暄 大家拱手作礼 站在楼前有的看景致 有的说迎联字画 楼中韭菜隔门就能看见 却谁也没进去 我这才知道 江湖啊 原来也有不吃卯食酒的规矩 我正寻思 父亲说 要请端木先生来押阵 怎么没来呢 身后有人轻轻拍了我肩头一掌 回头看正是梁雍 手里握着一卷书 原来他早到了一步 坐在楼南向阳处 湖岸 背四书 冲着我一笑说 毛虾也来了 方才还和变先生提起你 几时奉访 请你给我们起课文王挂 这可不是凑巧 我这时才留神 变和玉啊 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大柳树下 正看着圣七楼扁额出神 我们只是摇摇地点点头 护道了一声酒仰 看众人作为 江湖上文盘比试是颇有异趣的 并没有穿房跃脊 飞檐走壁那一套 看上去文质彬彬 礼仪机让奸 已经开始较量了 尽管内定和好 不分输赢 但保不住盖英豪 手下这群人不听约束 闹乱了不好收场 圣非圣 败非败 不疾不离 若疾若离 真系假作 假系真眼 这才成功了 正担心着 果然白无常首先发难 冲黄天霸一一 阴笑着说 黄爷赏脸 一请就到了 江湖上有盐 盐无空过 又无空房 不知黄爷给我们盖爷带的什么宝贝啊 给兄弟开开眼 黄天霸只是微笑 没有答话 蔡富卿闪出来 嬉皮笑脸的说 黄爷说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 得有坎子里 我给你们带的凤凰蛋 说着 右手从怀里一把 又一把的三两个往外掏 却都是鸡蛋 足有一百多枚 怀里带这么多鸡蛋 一路从城东走到城西南 完好无损 这已经是稀奇了 做怪的是鸡蛋脱鸡蛋 跌落在一只手上 像粘在了一处 一个也不落地 刘庸说着 透了一口气 刘统勋板着脸说 你简约这些 叫主子坐听你说古迹 讲书场吗 刘庸盲说 是 乾隆正听的入神 笑道 你这个老言轻呢 自己倒学古板 要让儿子也学得一丝不苟 就是国家大臣 也百色百等的 几云 挥鞋诡诀 附衡老成精干 引机善博学风流 阿贵 泼辣 琴景 都像你这么枯燥 这也无味啊 刘统勋咽了一口唾液说 皇上 训诫的是 臣 是怕放纵了刘庸 乾隆说 讲得很好 能给你主子破闷 也不错嘛 接着说下去 刘庸偷瞟了父亲一眼 语气放得庄重了一些 接着说 臣心里诧异 别人却不怎么样惊奇 白无常看了冷笑一声说 这不过是寻常鸡子 四文钱就能买一个 这位爷真能拿我爷们开心 说着 隔着帐徐远 手凭空一推 蔡富卿一个着忙不及 满手鸡蛋全洒落在地下 臣想蔡富卿这一手失败了 轻拾板地砸鸡蛋 还不一塌糊涂 谁知那些鸡蛋呢 都似鹅卵石般的结实 落在地下 有的滚 有的转 有的玻璃球式的弹蹦乱跳 竟一个也没有破损 黑无常黑的一笑 取起了一个鸡蛋说 这哪里是凤凰蛋呢 分明是石头蛋嘛 脚踩着一个鸡蛋 毫不费力地一拧 周围的石粉屑 速速地响着散开了 抬起脚 那鸡蛋竟被他 生生地嵌进石板中 我正发愣 这贾富春上前笑说 这就是凤凰蛋 与众不同之处 不心请看 他的脚轻轻地 在石板上剁了一下 别的鸡蛋黯然无恙 嵌在石头里的鸡蛋呢 霍得跳出齿鱼膏 落在石板上弹了一下 仍是完好无损 第二下碰在石板上 却一破两半 但黄蛋清夜 贪留在石板上 白无常先争了一下 黑黑的一笑说 这手跳板脚功夫啊 真个少见 凤凰蛋果然与鸡蛋不同 他蹲下身子取了一个 在手里把玩端想说 这分明是一个熟鸡蛋嘛 用手轻轻一捏 剥了皮 果然是晶莹百腻 光润柔滑的一个熟蛋 还微微地冒着热气 逗到这里啊 我已经看得目眩神迷了 仔细推向格物 渐渐匪夷所思 又都是亲眼所见 正发愣间 端木在我的耳畔敲声说 变先生出手了 我恐怕也得帮帮忙呢 我偷看了变和玉一眼 变和玉站在楼前 青石护栏边 手里拿了一把细阳柳枝条 漫不经心地 编着一只精致的柳条栏 我想扰他心神 就夺过去 笑着说 先生真有雅兴 此时夜尾之枯 已尽中秋了 花篮编出来 恐怕未必好看了 他只看了我一眼 民主儿笑了笑说 那要看是谁编的 还要看编工巧不巧 说着 举起花篮 只见丝丝柳条上 嫩牙心湛如蕊 青葱油亮 青宠碧脆 如种春新枝 我大吃了一惊 看地下 被他摞掉的老叶 满地青黄 煮红斑驳 再看篮子 嫩牙似乎又长了许多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说你会先法 他说你想说妖法的吧 妖法先法都是没有的 世间人只有戏法 这一瞬间我觉得 他是有些忧郁 簇着眉似乎心事重重 又对我说 你看 他们斗气功 玩鸡子儿 其实争的是 里边盐桌上那只鸡头 谁吃鸡头 谁就做定了 金陵这块风水地 我忙转身回头 就听盖英豪手下 那个玄武金刚在说话 声音又尖又沙哑 活像夜猫子叫林 我们盖爷是主人 凤凰头是吃定了 你吃一百个鸡蛋 算他妈的什么本事 我也能 我定睛一看 地下散落的鸡蛋 也只剩了五六个 仍旧是那位 皮头皮脸的蔡富卿 鸡座石板地下 手抛口吞 一口一个 猪八戒吃人参果 似的直咽下去 肚子都撑得 扣了一口锅似的 这情景啊 实在是可笑 连一鹰也忍俊不禁地 扑哧一声 黑白无常也捧腹大笑 白无常说 这贼肚子 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做的 这一手 我真是服了 黑无常笑得扣爹 说这是平素康囊的了 不是气功 我也服 那蔡富卿起身拍拍肚皮 说声半饱 双手插腰 蹲当面向莫愁胡 口中鸡蛋一个接一个地 喷着鸡舍出去 只非有十丈远近 竟是一串直入狐心 前头显那许多功夫啊 众人虽然也惊讶 都也还矜持 这个时候才齐声喝彩 叫一声好 玄武金刚也说 好是好 不足以服人 我能不失裤子 捞回一个 说着就挽裤脚到膝盖间 就栏杆间一滑 跃进湖中 它是气功 是腰法 实在是难以断定 但是旁边就泊着画房 湖水不浅 却只淹到了它脚踝处 蹚着水走得急速 还左顾右盼的寻鸡蛋 我正错愕间 一直没有出手的 黄复光也下了水 一般模样滑脚飘水 直入狐心 眼瞧着二人甩手踏步 如履平地 人人看得是心惊动摇 这时天进尘时 已经有了游湖闲人 却都被盖英豪手下 挡在了长廊外 芙兰看得目瞪口呆 一时两个人 各从水中 捞出了一个鸡蛋 飘水归来 远处看客 浑天忽地的一声喝彩 好功夫 不料 归途走一半 黄复光叫了一声 有人暗算 身子就被人拉了一把 已是淹没过顶 黑白无常哈哈地大笑 正想说风凉话 玄武金刚喊了一声 他妈的 也一般模样地沉进了水中 谁坐的手脚 谁也没有下水 易英在满意地欣赏 他那只脆生生的柳条花篮 端木梁雍 仿佛刚吃了什么东西 含笑咀嚼着吞咽 边和贾富春闲聊着什么 黄天坝和盖英豪 一脸诧异 相识不语 其余的人 也都是似乎满腹狐疑 面面相去 一时两个人各握一个鸡蛋 浮水上岸 赤精裸条地换干衣服 口中脆着乱骂 这言语粗鄙 也回不得主子 黄天坝这才开口 他说 我们到南京来 并不要夺什么龙头盘子 兄弟们玩玩高兴 太认真了就无缺了 我们兄弟啊 有自己的生意 盖兄朋友们 多多关照 少不得 也有致见礼回赠的 南京这地方 藏龙卧虎 我大开眼界 开心得很呢 放心 那只凤凰头 我是断然不吃的 盖英豪也说 兄弟们气盛 没见过大世面 皇兄名震天下 今日一见 如逢固有 我也不争这杯鸡头酒 于是众人各自相依为礼 还是那个蔡富卿 皮头皮脸的和盖英豪 手下徒子徒孙 逢人就握手 这奇的是啊 他每合一个人握手 都放一个屁 崩趴声响 惹得众人都笑不可遏 被他这莫名其妙握过手的 却无不变色 就有人叫喊了 这贼日的 会放屁散工 连我丹田里的气啊 都泄出去了 说到这儿 几云头一个撑不住了 呵呵地笑起来 乾隆想着当时的情形 也笑得是浑身乱斗 金虹背转脸 空着背直咳嗽 隐机善笑说 哈哈哈哈 刘庸说差事 生情并茂 想不到严亲公性情那么严厉 养出个一桩一鞋的儿子来 刘统勋皱眉说 这都是不好生读书氧气的过 在市井堆里和小人私混 练得油嘴滑舌 滑中蛆虫 刘庸已恢复了常态 无可奈何地透了一口气说 父亲训会的是 儿子一定好生读书 不过 方才向皇上奏得的确是实情 儿子一句也不敢捏造 刘统勋说 皇上春秋玉华 包容的你 你要晓得自爱自重 刘庸低了头 说 是 儿子记住了 乾隆被刘统勋扫了信 便不再要刘庸 讲情犹经过 只笑着问道 不要训他了 是朕让他讲的吗 你就敢断言刘庸将来不如你 难道就这样何悉了 刘庸说 是啊 其实鸡头早已被端木梁庸 倒吃掉了 嗯 那易英呢 易英在黄天坝和盖英豪交手时 就不辞而去了 当时臣十分留心 又不敢直钉不放 他转到楼后再没出来 众人进楼时 我去约他 已经不知去向了 刘统勋说 皇上 易英和黄天坝两次当面交手 这种场合不宜露面呢 陈料 今晚墨天派那边 就会有消息给我们 几云又燃着了烟 慢悠悠地说 依臣之见 易英既在掌握之中 早些下手擒拿为事 黄盖二人虽然合手 保不住盖英豪手下 有他的死党 泄露出去逃掉 再补 分歪麻烦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